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權佈局 又是我Marco和大家講回這個禮拜的指數期權策略 沒有見過大家幾天,市場又夾了上來 坦白說,雖然我自己本身是看好的 不過今天那個期指的位置升穿了之前 英國脫歐時的位置20999點的位置 其實我自己來說也有一點意外 老實說,雖然我自己來說是比較看好的 最主要的原因,你問我 事後解釋一大堆,你看新聞 但最主要的人在說,這些人預期過 首先那個市場反映了 某程度上已經反映了英國脫歐這個消息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生氣的,說真的 我自己在英國脫歐之後 不知道好像一天兩天那些日子 我已經在說,需要想的 會不會那一陣跌下來的時候 英國脫歐這件事已經被反映出來 我記得我自己已經是這樣說的 現在由英國脫歐低位 19,560點,夾到上來21,200點 你才跟我說英國脫歐這個消息 可能已經反映了出來 會不會太遲呢? 因為你現在說市已經升到這些位置 那你追不追呢? 這個才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 另外,這個人在說的是 其實雖然英國脫歐 某程度上現在正正因為英國脫歐 可能會令到英國的經濟來說 會不會太好 令到某程度上衝憬了 在衝憬著英國會推出一些寬鬆貨幣的政策 甚至上預期日本、歐洲、甚至內地來說 都會推出一些寬鬆的政策 即是放水 加上美國可能加息的時間表也會推遲 從而利好的股市 那這樣東西就似是合理一點點 但是Anyway 這個問題來講 市始終在短時間裡面升得這麼厲害 有很多人就說 這一陣升也有可能是因為 之前你炒半年結的因素 我記得英國脫歐的時候 那時候我看報紙 那時候應該不會有半年結的因素 那時候的人 第一 還在說六絕月這件事 那時候你看到 一件事 就是你見過市一點都不絕 在六月來講 那時候事後又回到上來 但是那時候 英國脫歐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說六絕月這件事 二來呢 就是說 因為英國脫歐市場上 北明朗的因素是比較大 某程度上來講 基金經理不會冒著這個風險 去粉飾廚窗 但是很搞笑 市升上來的時候 你又說 因為市 那些人炒了基金粉飾廚窗 所以那個市夾上去 所以我也是說一句 嘗嘗你講什麼都可以 但實際上 事前就很少人講這些 那另外 所以來講 那些人在擔心 雖然短時間來講 英國好像是 脫歐的消息 某程度上已經是消化了 但是會不會有可能 隨著呢 時間過去來講 當政治因素越來越大 就會有第二波 那個叫做震盪的危機 那些人是擔心了這件事的 那所以呢 還有來講 之前 那些人在炒 是七一前後 會有新港通公佈 那在上個 星期五那時候 其實 中正監主席 已經講到 明 就是新港通 存在著一些 技術性的問題 就令到 短時間 我們大部分的人 去對新港通的 那個推出 那個預期 降了溫 那也都可能 因為這個因素 令到市 在短時間 升了這麼多 就增加了 有點困難 那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那去到這些位 究竟 那個市 會不會還有得 升上去呢 首先 我必須很強調 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來說 就一直都是 你說長線 中線 這兩個範疇來說 我是看好的市 OK 不過問題是 那個市 始終由這麼短時間 來講 夾升了上去 去到這些位來講 如果 如果 要做一個高追 的動作來講 真的 要很謹慎 但是 這個問題 始終我自己 是一個 叫做 好友 所以 你問我 就算 我覺得 市去到這些位 不排除它 短時間來講 有一點 困難的出現 但是問題來講 如果你是叫做一個 正倉體淡的情況來講 在我本身 中線看好的情況來講 要小心一點做 是什麼意思呢 舉例子 之前在低位 這些位置 你本身是撈了一些 縮撈倉的 市夾了上來 你再補一張縮撈倉 令到上面一張縮撈 下面一張縮撈 某程度上 套住了 令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OK 但是問題是 你本身低位 你沒有開縮撈 現在市夾了上去 你開縮撈 我是怕市繼續夾上去 會有危險 因為我本身是看好的 再加上問題來講 之前 正在炒英國不脫歐 那時的大使 都是去到20999點 這個位置 即是2萬1萬這個位置 那今天的問題是 今天 無論是收市價 或者是最高位 都比之前炒英國不脫歐的高位 更加之高 所以某程度上 我就開始會想 究竟 除了市場 開始 叫做初步 消化了英國脫歐 這件事之外 會不會有些因素 令市場有動力 可以進一步去推上去 這件事是我 需要值得考慮的地方 令到我自己來說 假設就算想看淡也好 要謹慎地看淡 就不是說 立暖 在沒有倉底的情況下 去開箱 做縮鎖 這件事 大家要留意 至於現在這個位置 究竟你說 大使上的技術性支持 阻力會怎樣 我自己覺得 首先 你說阻力位的位置 我覺得 今天這個高位 其實已經是一個 很有意義的阻力位 二萬一千一百十五點 二一一九五 趕期指頭來計 如果看恒指 就看恒指的幅圖 所謂有意義的阻力位 意思是說 首先 之前炒英國 不脫歐的時候 市場最高 都是夾到上去 20999這個位置 大約211這個位置 這一支 大陰竹 這支棍 最高位 20999 今天市場成功 站在這個高位以上 某程度上 這一個高位 是很有意義的 在澳國當 未來 只要升穿1點 即到21196 或者以上 都好 其實市場是有條件 中一步向上 最好 你看我寫得很清楚 升穿15分鐘頂位 會更加好 假設如果 我覺得市場 穿了21195 升穿1點 我都當作看好 再加上 穿15分鐘頂位 的話 如果是看好的情況 我會傾向 在看好的情況 始終市場夾得比較多 我都不會隨便做一個高追的動作 我會傾向 在看好的情況 如果它繼續夾上去 算了 我當作錯過了 因為始終之前 在低位樓 已經是站不少了 我會傾向等市場回肚 去到大約 之前 到這些列口的位置 也是剛剛穿了EMA7 位置 在20500點 這些位置 去撈 去做一個 牛市跨價的策略 買入一張Code 即是Long call 7月份 21000點 同時間 再沽回一張Code 即是縮張Code 7月份 21400 同時間做Long call 加速Code 變成牛市跨價的策略 去做一個看上的動作 我怕是怕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為什麼我不直接這麼簡單 做一個單邊做Long call 7月份 21000點的動作 原因是 始終現在還在一個月頭的階段 如果我單邊做一張Long call 成本相對性比較貴 這是第一 第二個問題來講 始終我排的市場 短時間夾得這麼厲害 我怕它就算回到20500 它有一個支持的作用 不然它未必一支賤標上去 是爬爬爬爬爬爬爬上去 是逐步上升 如果是這樣 我單邊做Long call 時間值選好相對性會比較大 亦因為這樣 我買保險 就會是Long call 加速Code 兩邊一起做 令到時間值選好 對我這個看好的策略 不會消耗得那麼多 但相對性來說 賺就不會賺得那麼順 所以這一次 今個月來講 今次這個策略 我比較保守一點點 另外 就是 過市 我剛才所說 在升穿21,18-15點 升穿1點多 最好是15分鐘頂 就看好 反過來 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過市 不升穿21,195 這個位置 就是阻力這個位置 過市 去到這些位置 的確 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沽壓的所在 明白到這件事很簡單 過市 未穿21,195之前 其實理論上是一個機會去看淡 但我剛才說過 我本身是中線看好的 所以看淡來說 我之前有說 單邊做short code 我有點引誘 我怕被人夾 所以用一個有限風險的情況下 去駁 做一個看淡的動作 寫得很清楚 那時候在未升穿21,195之前 但是 如果又要在20,098點之上 可以做一張long put 20,600 再加一張short put 20,200 寫漏了一個例 20,200 做一個熊市跨價策略 為什麼要在20,09,00 我拼它不升穿21,195而已 但問題就是 如果大幅跌低了 我才會開錯 那隻波羅要欠負 首先 一來 要有這麼高 二來 它又不穿21,195 這些我才會覺得是直播 那如果你開了倉之後 市場再穿21,195 穿15分鐘頂 那我認輸 所以你指示位很明確 但是來說 還要用一個相對性有限風險 去駁這個熊市跨價策略 所以我今個星期的策略 你見我 不是主張以做short倉為主 因為始終市場去到這些位置 你做short code 我怕被人夾 做short put 的話 那個位置太高了 不直播 而且你看回忍衫波幅 已經收縮了很多 現在開倉做short 其實直播率相對性 沒有這麼高 要很有耐性 一個比較直播的位置 才出手 單邊做short的 我又覺得其權金相對性 比較貴 所以今個星期 我主張 要是做牛垮 要是做熊垮 視乎穿不穿21,195 這個位置 最主要今個星期 就是想和大家說這麼多 接下來 禮拜三 再和大家進一步分析 策略的部署 今天說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